哎 我就是个刻度的人 你能把我怎么着 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告诉 不管你孝敬明中堂多少银子 只怕你还是上不了黄疤 康熙微腐私访出门散心 在路边谈吃了碗豆腐脑后 惊为天人 姑娘 你的豆腐脑很好吃 曲子也差得不错 说吧 康熙掏出一定银子赏给索尔 官人 这太贵重了 索尔不能要 索尔不敢收 可有人却按捺不住了 一位富家公子将银子偷磨扫落 文文踩在了脚下 康熙一看 这得有单身三十年的手速吧 这位兄台贵姓啊 看您的穿戴荣华富贵 怎么也爱喝豆腐脑吗 在交谈中得知 这位男子名叫李明山 是父亲应试的学子 正巧的是 康熙今天来找学子周培公的 连忙跟李明山打听起来 李先生 刚才那位学子你认识吗 周培公嘛 城隍庙明氏 才被和尚扫地出门 自称是 京时子集 无一不通 实际是 韩香木马桶 可惜了材料啊 原来周培公确实是有真材实料 之所以名谋孙山 诗考试时大意没有闪 他在填写试卷时 竟然忘记规避皇汇 没将悬液的悬字缺笔 被考官视为亵渎皇上 当场打出考场 李明山笑道 谁叫他周培公狂妄呢 现报活该 哎呀 都是学子 说话怎么如此刻度啊 哎 我就是个刻度的人 你能把我怎么着 康董市长还没被人这样对过 当场撂下狠话 李明山啊 你这座明山 你知道是怎么解释吗 叫明洛孙山 李明山黑黑一笑 他告诉康熙 自己钱已经对到位了 明中堂保我在榜 气死你 康熙真没想到 炒个甲竟然还炒出个科长舞弊 康熙用手指着李明山说道 我现在就告诉 不管你孝敬明中堂多少银子 只怕你还是上不了黄榜 康熙说霸腐秀而去 他还要去找落榜学子周培公聊聊 周培公这几天过得并不如意 身无分文的他 累了睡在城隍庙门口 饿了就只能填着脸 来索尔这蹭碗豆腐脑 恩人快吃 吃吧 索尔面对恩人是毫不吝啬 吃完一碗还有一碗 听说周培公被人打出考场后 更是直接将自己卖豆腐脑的钱 一股脑的全塞给他 可周培公深知索尔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康熙吃完豆腐脑 在和索尔的闲聊中得知 索尔的冤屈歌词正是周培公帮忙改变 让他一边卖豆腐脑 一边喊怨 康熙将写歌词的只打开一看 发现纸张的背后竟然还有字 康熙越发的对周培公感兴趣 这个男人正在书摊上白嫖 就像有的老铁白嫖老旁一样 就光看不点赞气死你 康熙来到跟前 让他别嫖了 去前面一块喝杯奶茶 可周培公是个直男 他以素昧平生不敢讨扰唯有婉拒 康熙老脸一沉扭头离去 周培公一听到龙公子三个字时 立马明白过来 普天之下敢用龙为姓氏的只有一人 当即就拱手赋云 到了茶楼后 康熙问了一个他自己很好奇的问题 你明明怀揣第十五次有的推荐信 为何不用 反而舍尽取远 多此一举去参加科举考试 大战复获取功名 亦然光明磊落 这可直冲曲不可取冲球啊 我周培公虽然身无分文 但是也不愿意向权贵折腰 周培公性情之好情 让康熙听后不禁之夸 好好好 反倒是周培公若有所思起来 好似下了一个重大决心一般 但是今天不折腰不成了 天子在上 如日当头 落榜生周培公叩见皇上 好眼光 好眼光 周培公啊 你怎么知道真是皇上 周培公心想 你头戴金丝黄边帽 身穿黄色龙纹奥 还自称龙公子 就差把身份证印在脸上了 但出口的话却不能这么说 周培公的聪明才智 让康熙心喜 他决定要与培公好好畅谈一番 于是让一旁侍奉的屠海去索尔那儿 买几碗豆腐脑回来解解馋 这屠海刚到门口 顺天府的官差就把索尔的汤给砸了 康熙一听了七步打一出来 在天子脚下对深冤者动粗 让天下百姓如何看待满清政权 如何看待他康熙 召来顺天府之府 以牧兽大训一顿后 罚去他的半年俸禄 并赔偿索尔的所有损失 处理完顺天府之府后 康熙召来索尔 让他别待在京城了 回老家当地 那他们还不把我打出来啊 康熙龙王歪嘴一笑 朕给你做主 朕给你写个条子 回去一告一个准 把这张条子 交给当地的府衙 又说是我要他们办的 豆腐西世上京城告状 不曾想 康熙直接给他批条子 上书找选二字 由于索尔不清楚 康熙的真实身份 所以不禁有些怀疑 官人 这能管用吗 管用啊 天底下 没有比他更管用的东西了 别人说的他不信 周培公的话 他深信不疑 索尔直接扑通跪地线 请问官人叫什么名字 索尔回去之后 肯定给您立个长生碑 康熙并没有告知身份 而是深藏公语名 只是开玩笑地说 以后去江南做客 只需再给他做一碗豆腐脑 他很是喜欢他的手艺 送走索尔后召来纳兰明珠 但由于康熙深知明珠的秉性 所以并没有责怪他收受贿赂一事 而是直接告诉他 开榜之日 真不想看到黄榜上 有李明山的名字 当然原因并非是康熙小气 而是因为 他站着不动 是为什么吗 他脚底下踩着的是 朕落下的金瓜子 朕不在于他狂妄 恨的是虚伪贪财 给读书人丢脸 康熙的寒沙摄影 让一旁的明珠如座针颤 他知道这是康熙对他的敲打 但好在明珠是带有任务来的 禀皇上 云南巡抚诸国志的奏折到了 回宫 康熙回宫看完奏折又犯难了 原来是康熙削帆的圣旨一道 吴三桂出乎意料的欣然皆知了 但他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朝廷必须支付一点点才撤费用 他要的也不多 你们都听听听听啊 吴三桂每户兵丁 需三千银两安置费 他有多少兵丁啊 有八十多万兵丁和家口啊 这些人签至关外以后 需要配良田五十余万请 住房一百二十万间 这还没完 从云南到山海关一路上 朝廷还需要负责给他的兵丁和家口 提供车船罗马和日常吃喝花销 由云南到山海关 这一路上也有十几个省二百多个府县 这得需要多少银子 朕就是把大清所有的银子都给他 也不够他搬家用 关前的户部陈廷竟粗略估算 三番如果全部安置完毕 需花费时间五至八年 所有的开支需白银一万万两 要知道 大清朝抛去所有开支 一年国库税收也就五百多万两 这一万万两最少也得攒个二十年 二十年以后 朕还不知道死活呢 一时为剑客之星体 一时为竞品历史风流人物 喜欢视频的观众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